镜头中是1977年真实录像 判读范元燕逃至台湾被奖赏黄金4000两 折合新台币2400万 而后被台湾实权掌控者蒋经国接舰 成为我国空军史上最大的羞辱 这是为何 真实录像为你解密 画面中是1977年7月7日 恰逢七七抗战40周年纪念这一天 范元燕驾驶一架编号3171的米格19战斗机 从福建飞往宝岛降落在台南机场 在飞机尚未完全停稳的那几秒钟 机场的驻军已经速度将这架 歼米格19战斗机围得水泄不通 此外机场已经布满了社会各界人士 为其进行接风 范元燕一下飞机便拍掌挥手向在场中人回应 宝岛当局媒体机构争先恐后报道此事件 打街小巷贴满了宣传条 对居民进行采访感受 尤其今天是这个我们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日 能够配合我们今天这个那么有纪念的日子 我想不只是我一个全国的军民 我想都为这个事情鼓舞兴奋 镜头中是在台南机场举办的记者发布会 在场数百名记者在此已是蠢蠢欲动 过不及待进行发问 而范元燕也是侃侃而堪依回答了记者们的发问 首先范元燕便向宝岛人士表明投诚态度 并表示大路太苦了 直到30岁才结婚 还是娶了一个丑女做老婆 并被问及临走记的最后和老婆说了什么 范元燕的回答令 在场的许多人哭笑不得 常年听到宝岛宣传的糖衣炮弹诱惑话语 一旦叛逃能分得了几千两金子 还分了漂亮年轻的美女做老婆 被蛊惑人心的范元燕 便早早盘算计划叛逃 最后选定了七七事变40周年纪念这天 架上了战机飞往宝岛投诚 镜头中是七七当天下午 由哥斯达黎家大使桑杰市率领的驻华使 结团20多人 专门前来台南空军基地 对范元燕叛徒的投诚 旧范进行道贺 参观驾驶的编号3171的米格19战斗机 并与叛徒进行握手 谈笑丰盛 而后范元燕也是大方地 为他们讲述了逃离全过程 无疑此天成为了我军的蒙修日 这架飞机的编号3171 以及范元燕叛逃日期四期之日等等 这几个关键字成为了咱们空军莫大耻辱的一种象征 随后的一个星期内 宝岛就开了将近一周的庆功会 更是安排了空军中将陪同范元燕 去蒋介石陵墓进行祭拜 献上献花 后有台湾实权掌控者蒋经国 空军参谋总长上将亲自接舰 授予忠孝军衔 还直接奖励了4000两黄金 作为其投诚的见面礼 范元燕像个来自大陆的明星一样 获得了各种勋章 蒋章 可是没有一句是说大陆的好话 这完全中了蒋的计谋 蒋对这些叛徒的政策 基本就是疑人不用 用完就完 根本不会得到真正的对待 为了投其所好 也为了便于监视 蒋政府安排了一个貌昧如花的美女特工 彭启玉给犯做老婆 此人受训于台军情局 主要的任务就是看住范元燕 并且将她所知道的秘密 一一打探清楚 两人婚后没多久 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范元燕的地位马上降低了 有时要禀报彭启玉 不得独自外出 有时还会招致这个小老婆的漫码 直到1982年 宝岛当局认为其没有利用价值 才得以释放 彭启玉随即与之离婚分走财产 最终范元燕落的人才两空的下场 郁郁而中